各位观众 大家好 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民族啊 属于是中华民族的 中华民族的后裔吧 中华移 中华移民吧 中华移民 就是中国的海外侨民吧 中华海外侨民 叫东干人 东干族 这个一般的人来 一般人说的海外华侨啊 一般都想的啊 欧美的呀 什么东南亚的是吧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中亚 中亚的主要在哈斯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以及还有其他的中亚国家 主要是这个哈 主要是哈 哈乌 哈乌吉三国 当然俄罗斯 和其他中亚国家也有风波 这个 他们这个海外 海外华人 海外华人 这些海外华人 一个特点啊 基本上是穆斯林啊 基本上是穆斯林 他们呢 他们的是 实际上是属于是 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 中 末吧 十九世纪末 然后迁居到这个 中亚一带的这个 中国的陕西 甘肃 一带的回民的后裔 回民的后裔 这个就叫东干族 就是东干族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 本来想啥吃 大家介绍一个东干美食啊 东干美食 东干美食也非常有特色 但是你要什么东西都有一个 先后次去 你想东干美食 人说啥这个东干美食 所以你讲东干的美食 你首先要讲一个小东干族啊 其实我们要说到回族的话 大家都非常了解啊 是我们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 重要的一员是吧 人数也比较多 差不多现在一千万啊 现在六个吧 人数应该来说是一千多万啊 应该在所有中国的民族当中的 人数排第二吗 第三啊 应该是除了汉族之外 接下来就是壮族 壮族 那接下来 最大的少数民族 人口最多 壮族接下来就是回族 或者满族 的是第三位啊 第三位所有的民族 第二大少数民族 但是这个东干族呢 在那个 在中亚一带 哈斯福斯坦 吉尔西斯斯坦 和乌子别的斯坦 他们不叫那个回族 叫做东干族 东干族 东方的东 干干部的干 干活的干 这些呢 他一般来 现在东干族 现在就是在 主要在这个哪里 呃 现在现在居住的 好像是哈斯 哈斯克斯坦 和吉尔吉斯斯坦 比较多 哈斯克斯坦 主要是在江布尔州 然后吉尔吉斯坦 是在土坡州 他还有一些在这个吉尔吉斯坦的伊塞克湖 他们是兴奋伊斯兰教 他们一个特点是 东干族啊 非常有有特点 因为他们老前 他们祖先来自中亚 来自那个陕西甘肃 陕甘一带啊 而且十九世纪迁居过去的 所以他们把这个陕西甘肃一带的 就是清朝 清朝十九世纪中期 是属于清朝同志年间啊 清朝同志年间的 这些很多的根俗啊 文化语言方言 都给带着过去了 所以到现在 他们还保持着 祖先的一些方言 所以堪称一个文化方面的 活化石啊 文化活化石 你比如说他们把这个 政府government 把政府不叫government 不叫 当然不叫government 他们因为说 他们在当地 学会了很多中亚 哈斯科语 吉尔基斯特 潘语 当时是苏联一部 也学过俄语啊 他们的肯定不说英语的 干文文化 他们呢 他们对这个政府 他们叫啥 叫衙门 什么 叫衙门 衙门的话是啥 中国古代的话 把这个政府叫衙门 对吧 他们到现在 还要把政府叫衙门 他们就懂 就衙门 你比如政府公务员呢 对不对 政府公务员 当然公务员 这也是个现代词汇 政府也是个现代词汇 那个19世纪的人 你想想 他的汉语词汇 当时怎么还会有 公务员呢 所以他们把公务员 叫做衙裔 衙裔 衙裔嘛 就是在衙门里 有那个差异的 衙裔 在衙门里头 听差的 叫衙裔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 有特殊的一段历史 所以他们很多的语言 就是在清朝时期的 这个话 清朝时期 那个神爱话 就是很多的语言 都流传至今 政府的衙门 衙裔 这些是吧 把政府的 很多当官的 听差的人叫老爷吧 叫老爷 那个时候 是吧 汉语的老爷 是吧 现在你很少 政府的当官 叫老爷 但是那个时候 可能清朝的时候 清朝时期的 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可能就把政府的 一些当官 听差叫老爷 这个他们 他们至于他们 为什么叫东干人 我们来看一下 反正 我们一条一条看 你比如说这个东干 东干族的人数 现在一共是17万人 17万人 在这个哈萨克 杰尔吉斯斯坦 主要是 还有乌兹培赫斯坦 有一些 那个俄罗斯 还有8000人 8000人 他的族名的话 是这个当时 为啥叫 一种东干族 又是说是 有叫东汉的 这个可能就 不好考证了 说是 这个说是 我觉得太久远了 不太靠谱 还有一个就是 说突厥人 哈萨克斯坦人 俄罗斯对中亚 和中国境内 回族的称呼 还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们当 闪干回族 进入新疆 进入中亚的时候 他们问 像当地人介绍 当地人问 他们是哪里 他说我们是东岸子人 东岸子人 东岸子人 意思是 东岸就是 为族分支的称呼 东岸子 就是你们是哪里 你要是用陕西话 那么是 东岸子人 那么是 东岸子 东岸子人 就是我们是 东边来的人 东岸子人 东岸子人 就是东边来的人 也有一种说法 是不是就是 敦话和同观主义 我觉得这应该是 闪干一代的土话 闪干关聋的土话 说你们哪里的 我们东岸子 东边来的人 所以就叫我东干 那些突厥人 通绝民族 还听过不懂 查叫个东岸子人 也可能就意思是 就把他记了个 东岸 东干 就这么流传下来了 他们主要是 当时是来自几支 来自几支 你看历史 这个东干族 东干族 你看是俄语 哈瑟克语 吉尔吉斯坦语 都不用 你看一下 他的人数 现在15万 可能现在到十五六万 现在可以发展到 可能到十七万了 有几种说法 反正就十几万 不到二十万的样子 吉尔吉斯坦 好像是第几大民族 第四大民族 哈斯克斯坦 第十一大民族 俄罗斯你看也有 蒙古还有五千三百人 蒙古还有东干族 还有五千三百人 吉尔吉斯坦 哈斯克斯坦 哈斯克斯坦 那个地方 有个叫银盘响 银盘响 那个地方 看乌克兰 还一百三千 这可能后来 就是蒙古啊 俄罗斯啊 乌克兰 可能就是千区 千区去的啊 塔吉克斯坦 也六千人 你看一下 这个他们这个 这是海外的华人啊 海外华人 非常有特性 在中亚的华人啊 我们一说起 华人都是什么 美国呀 欧洲啊 东南呀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东亚的 中亚的华人啊 你看他们历史 就是当时是 同志陕西回遍 这段历史都知道 当时就三支队伍啊 三支队伍 当时是 就是都进入了 俄国的境界啊 当时是中亚的 可能是俄国的势力范围啊 一支是第一支 屠罗方队伍在马大人 就在马大老爷的领导下 进入俄国西北部 有一千人 最终到抵达澳市 第二支队伍 甘肃渠道 敌道就是领导 领导国就叫敌道 有阿豪阿爷老人 马园 东干人成为大师傅 敌道阿爷 或者叫优素夫哈吉 优素夫是个精明啊 东干人的精明 回族的精明 哈吉就是 好像是 去过就是 圣地的人 哈吉 1878年啊 他们就是 他们迁去到某个地方啊 什么伊尔迪克 是吧 这个 俄国的名字啊 咱们去 咱们就不用再说了 挺长的 第三支来自陕西 有白岩虎啊 这白岩虎在中国历史上 也是有 也是有 也是有记载的啊 白岩虎啊 马化龙 白岩虎 这个是故事 在当时的历史上 是吧 都是留下一个印记的 陕西同志回变的时候的 主要是回族的 回军的 回军的领袖吧 还有 还有一次迁移的时候 还有是啥 可能是圣彼得表 条约当中签订 可能也有 迁军的一些回族 经过现在这百多年的 融合 这些回族人的后代 这东干人 已经成为中亚国家 民族的一员 像哈斯克斯坦 他有一个来自 中国东亚的民族 不仅有 就是来自中国 主要陕西甘肃的一带 叫东干人 还有来自这个朝鲜 叫高丽人 这些都是来自东亚的 不是在 不是源于 这个中亚的民族 当然他们跟 哈斯克斯坦人 当时在东干人 迁冲过去的时候 还是给了很多的帮助 包括吉尔基斯坦人 当然也有一些 关于资源方面的 一些冲突 啥子 也有 语言 你看他们就是一种 东干人的语言 当中一般都是汉语 但是中间你比如说 他加杂了很多的 波斯语的变种语言 这就是回汇话 所说的回命的话 你比如说把这个 真主安拉叫虎达 这都是波斯语 还有就是 还有很多的这些话 那么叫做什么 或者说 叫什么洞呀 洞呀好像就是 世界的意思 我们知道是甘肃的 我们当时都听到了 学到了一些来说的 或者说是 还有好多的 我看 这个东干语 我不知道这是甘肃 沙干回命的一些话 但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东干语 有没有 应该来说 甘肃回命的话 应该被东干人 应该是会带到的 应该带到中亚一带去了 主要是汉语的陕西方面 当然他还加杂了一些俄语 比如说电冰箱 东干人也没有见过 那就用的是俄语发音 俄语发音 现在一般的这个东干人 都会说俄语 就比如说 他们个陕西东干人的话 就是听跟陕西话很像 就是那么 那么那么 那么 善喜的 落脚丝善喜 喜爱你 就是这种话 还有你包括叫做什么呢 哎呀 我一直都想不起来了 有一些这个东干语 我们还可以知道 反正这样像这个 要像什么扣画 扣画 就是谁的扣画到的 卧野 卧野这应该是甘肃话 甘肃话 不知道甘肃的回命说不说 会不会被东干人带着过桥 卧野的 他们的文化 比如说他们还有对 关于他们的文化 他们主要是畜牧业 园艺业和蒙面 而且他们的丧葬 肯定是受到 这个伊斯兰教的这种影响 尸体用这个 白补色的这个 可帆布包裹 亚麻布就可帆布 而且还有 毛拉 毛拉 毛拉就是阿吼 长老想用面包和肉 比如说炸油香 这闪灯回命的分数 我估计东干人也有 炸油香 油饼叫油香 东干人的在汉饮服饰上 有中原汉文化元素 他们还有 1948年还有产族 清朝的时候 妇女都产族 我们看到很多 包括我的 我的奶 我的外婆都当时 都在产族 那时候 一般那个时候 甘肃陕西带的 他是1919 10年吧 那时候的 出生的人 那时候都是有 产族的习族 是小脚 他保留了很多 中国消失的 中原传统的话 婚礼服饰 一个是他们的语言 是活化 再一个他们的婚礼装扮 和清朝服饰 差不多 吃东干料理 东干人做饭 非常有天分 做饭做得非常好吃 你像陕西甘肃的 回名的清蒸饭 做的是非常好吃的 有名的好吃的地区 我估计 东干人也是跟这个 也是带到中亚去了 所以他东干人的料理 跟这个西北的 那种菜和陕西菜相似 牛羊肉 牛羊肉 他们一般来说 女的都希望 女儿和来自陕西的东干人 陕西甘肃的东干人 儿子可以娶 来自甘肃的东干 吉尔吉斯族 哈斯克族的女子 而且他们还有报纸 你看看报纸 曾经一个东干人的 一个中亚回名报 宗教 你看他们这个 他们的米粮川乡 米粮川这是中国的名字 米粮川乡 一个清真寺 这是阿拉伯风格的清真寺 这个东干人的清真寺 你看还有中国的飞檐的 有中国的特色的这种 说东干人一般是逊尼派 但是他们还有一些 有什叶派 其中有什叶派 苏菲文文化中的 哲和人爷的门主 哲和人爷 穆福提 穆福提 嘎德林也 胡菲也 这都是几个重要的门幻 你看一下他们的服饰 服饰你看 就是清朝时期的服饰 是非常 服饰是基本上 研续了清朝妇女的 清朝的 不能说清朝的汉民 我说的这个汉族的 就主要是非满族的 不是满人的旗装 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 中原的这些民族 一般都穿的 回族和汉族穿的 都是一件中原的 就叫服饰 清朝的服饰 妇女服饰 除了名的人 你看名人 叫王阿虎 曼苏子王阿虎 亚瑟尔石娃子 石娃子 这你看 所前苏黎东干族诗人 你看这名字还是中国名字 石娃子 陕西人一个叫做几娃子几娃子 王阿虎 是不是 这都是东干族的一些 你看马三骑将军 这是东干族的骑兵团的 当时还是参加个 这个苏联 苏联的红军的一个将领 前苏联的 胡塞马凯 你看这名字 伊斯哈尔十四尔 这名字当中是十四尔 这就是汉语的名字 你看巴克尔白岩虎莫夫 还有白岩虎莫夫 白岩虎是一个以前清朝 为回军的领袖 叫白岩虎是吧 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东干族 东干族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东干族的服饰 因为语言 他东干语也非常有意思 但我一时记得不是太清楚 基本上这个闪根回命 说的话 闪根方言差不多 闪根的方言 回命汉民都说的 同样的话 你看 这是东干族的 妇女的服饰 你看 他们结婚的时候 书个叫啥 艳艳头 艳艳头 就是可能梳起来比较 反正这个陕西话叫做东干人 这个艳艳头 到现在还说的汉语 艳艳头 你看陕西东干人的 孩子 孩子 你看东干人的这个 妇女 你看 结婚的时候 你看你看 平时都是戴着白帽 男的戴着白帽 女的戴盖头 跟陕干一带的回命 差不多 新疆回命 陕干青海回命 差不多 你看他们这个穿着 这就是艳艳头 东干人 东干人的 为什么 150年来 一直说汉语 是不是 东干人 这是东干人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了解了 上次给大家讲了个西克族 这次给大家讲了一个 东干人 你看他东干人的饮食 做中国的包子饺子 东干人的饮食 陕菜 油香 羊肉泡馍 这些 是吧 基本上都有 是吧 东干人的一些饮食 大家来看一下 是吧 油香 陕子 油饼 羊肉泡馍 什么陕菜 甘肃菜 青海菜 可能都有 所以这个是 这个 东干人是非常有 非常 东干人的家旅的分俗 都延习了过去 一百多年前的时候 清代时期的习俗 现在他们跟东干人协会的会长 叫安胡赛 好像就是安胡赛 陕西你看哈斯克斯坦 东干人协会的会长 在安拉木头 安胡赛 这个 好像是东干人的 现在这个当代的名人 行 我们今天的目的 就是给大家再讲一下 让大家了解 海外华人 除了在欧美东南亚 世界各地有分之一之外 在中亚 哈斯克斯坦 吉尔西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 还有一个 人数也不小 差不多有十六七万人的一个 这么一个名 有中华 中华民族的后裔 主要是西北的回民的后裔 中华民族的一支 西北回民的后裔 叫东干人 叫东干族 让大家了解了解 他们的饮食文化 尤其他们的文化 还停留在 十九世纪的 很多的语言 还是十九世纪的时候 清朝时候 他们就是迁驱出来之前的 一个语言 所以是个活化史 而且他们的服饰 让上 妇女服饰 尤其结婚那些服饰 还能看到当年 十九世纪的 这种感觉 是吧 非常有意思 当然他们受到 因为跟这些 哈萨克斯坦 吉尔西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这些突厥民族 这个影响 同样信仰 伊斯兰教的 他们语言也受了一些 突厥语的影响 他们都会说一些 特别是哈萨克语 吉尔西斯语 而且因为当时是 前苏联的一部 而且普遍都会说俄语 基本上是语言天才 俄语 东干语 算是汉语 然后呢 还有比较突厥语 哈萨克斯坦 吉尔西斯语 这类语言 是吧 而且呢 在当地的 因为他这些人数 也比较多 有些人呢 经常 韩道语 我看在 好像兰州的西北生态大学 就有好多的东干族的学生 留学生在这里 他们现在就成了中国和中亚 进行经济往来呀 贸易呀 各方面的一个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推动者 反正就是碰到中国和中亚友好吧 他们的根子在中国 老家就是从血缘上是中国 但是他们从国籍上来说 现在是哈萨克斯坦人 吉尔西斯坦人 或者乌兹别克斯坦人 或者俄罗斯人 是吧 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接下来有时间的话 给大家可以讲讲 那个东干的饮食 我觉得东干 好像纽约还开的 东干人的餐厅 东干人的餐厅 结果是 好像是把分非常高 因为他做的 一些辣条子呀 什么炒辣面 好多毛外 特别爱吃 西方人的那种口味 所以我说东干人的 这个饮食方面 就是闪干回民的 这个饮食方面 清真饮食 是非常有天赋的 有机会我们下一次 什么都有机会 再给大家介绍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 还是希望大家 多做订阅 我们现在你看 是被公办 做了这么多 我们的订阅数 远远没有上线 希望大家还多多支持 今天就到这里 各位观众朋友们 周末愉快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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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